Lets Unbox! 我是刀鸟 今天有鸭过去玩高科技的东西 今天要爆的就是 C.S.M. Zeroro Spear 算是历史文化 角色是历史文化 腰带是今个月派的 盒子突然又改变 最近又改变了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有一段时间 特别是大盒那些 已经全部变成紫皮盒 很久没有这一款 我明白你什么意思 我想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这是最早期 卡帕陀那时也是这样开的 因为当时C.S.M. 可能要做出的风格 是很收藏级的 所以变成了这些盒 因为这些盒 其实它很花功夫的 它这些全部都烫焦了 对位要引起位 所以这些盒 其实开发者Blog 都已经讲话 其实这个盒成本很贵 所以它都不是经常用的 而且以前打开 会有拉打的腰 对位 以前一开就是 现在是吗 现在已经无路了 再打开 欸 变成了职女方 咦 都很漂亮 职女方这样拍很漂亮 对啊 其实C.S.M.这盒 就一贯都很漂亮 都是有真骨丢的感觉 好似不宜 好事不宜遲 马上开出来玩一下 搞定 咦喂 做什么 尺寸好像跟DX差不多 是否有错 没有分别 咦真的吗 因为 应该要这样解释 其实有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呢 当年的拉打 即是可能是平成的 头十个 确实头几套作品 变身者和变身后 其实是两条U带来的 因为 变身穿了 其实整个比例大了 噢 那就换了第二条 但是那时候FYSE 人间看 他已经是 都是拿着变身后的尺寸 所以那时候C.S.M.大家都说 喂 就算DOO都赞 说FYSE那时候很棒 比例又不同 然后那些武器 全部跟回一比一 是的 但是其实他去到电王 那些呢 其实他人间看 拿着确实 都是这个尺寸 OK 因为始终 穿了甲和普通人 因为同时主角 每个人都不贵 鬼命 没理由这么大 而且这条 没有记错到 它是很大条 因为把车飞 你想想要插入那把劍 你想想 那把劍有多大把 梳梳梳梳梳 但是呢 虽然阿多说 那个尺寸 好像一样 但是呢 其实整条都新规金型 我见到 对 而这位呢 DX是没有了很多脖子 它这里是做的 而且这个按针呢 其实是整个不同了 如果看回DX 这个按针 这个是大了很多的 这个按针 我再補一张照片 大家对比一下 看看这个位置 OK 那造型方面呢 但是无话可说 你看 CSM就漂亮到瘋了 那配件有什么 配件很棒 我一来看到 已经有三张车票了 这次就很松手 因为DX只有一张 而且是你相反 黄色和绿色的 这次送的票 除了一张基本的牛郎继绿 就是DX都有的 亦都会有 牛郎变CVO方 和继绿变CVO方 它都各送了一张 是 而且它有一些金属 还有阿多当年 有没有玩过Jero Ross 有 玩你那一条 因为当年呢 其实将车票很厚身 现在很薄身 真的车票 因为它说 想做回道具的感觉 还有电王惯例 亦都有一些契约卡 有一张 未契约的 什么叉都没有 空白卡 另外有一张就是 契约了 获07年 糟了 看到这个年份 又觉得时代的眼泪 这套是07年的 5月27日 14年前 但是这款卡 又是DK的 基本上我发觉 Bandai出卡 都没有死错人 全部用了防水 很耐心 很耐心 这些耐心很多 我们小时候玩到 很霉 很霉 这些卡 这个好多 好了 硬件就是这么多 好了 今次呢 开关键 就是普通开关键 按照正常 又是有一个AB模式 AB模式 就是台前模式 A就是UTO 和DELIVER的台前模式 B就只有DELIVER 那我们先玩了 基本变身 基本什么都不开 只玩变身 我们先安了 好了 那带腰带 我也做少少了 那开了机 其实 就 今次 多了这一下 这样就带了 哦 可以 好多 变身前撞了 按这个 就是DELIVER上身 有5种声音的 这个就是DELIVER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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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这个就是DELIVER上身 就是DELIVER上身 变身飞出来 对了 接着就是DELIVER上身 有DELIVER上身 哇,那些滷鬼啊,火車啊,真的叫火車, 那些滷鬼聲,這名schele-ros很流行,火車就接它走, 出場都有一隻火車充滿它,那現在是已經絕對沒有了, 那最後一個就是手錶聲, 生命倒數的聲音,哇這些很棒啊, 這樣是呢,底部其實都有3個扣, BGM對白那些 這個就是Youto的台前 這邊就不按了 因為都很多 剩Youto都179句 對,我看到四頁 這個鍵是Deliver的 這句很像,剛才幾句不太像大總方中 因為可能他上了身 還有就是十幾年前和現在的聲音 再錄的 再老了可能有少少分別 好,這邊就是小斌面 CSM慣例BGM 今次有五首歌 Arcson Ceno 對,Arcson Ceno一定有 第一下先聽一點 好,接著第二首 嘩,這麼復仇者 MARVEL 對,這麼MARVEL 好 對 好,接著第三首 就是牛郎形態BGM 接著第四首就是 姐姐的眼淚 愛你的淚 第四首 嘩,這首都經典 很瘦 很瘦 好,最後一首就是 嗯 Deliver的那把槍 BGM 啊 這個都經常聽 對 對 就五首 不過呢 我這次有點失望 為什麼 因為 他沒有縮短版的Action Ceno 哦,對 以前呢 有一個縮短版 對 因為你一來就已經入高潮 對 因為沒有理由我 大哥,我要聽成分鐘 我才到那位 就是這下 我有少許失望 哦 那變身呢 牛郎的變身 就拉這個仔 那記得 用回牛郎那張 先把牛郎的聲音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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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郎本身不是說太多東西玩的 那我們按一下就是必殺技 那呢 今次的CSM 它跟DX有不同 就是呢 正常套戲應該是按完Full Charge 拔出來 就插到一把劍裡 是啊 但是DX其實你一拔出來那一下 它已經完成了這件事 因為直接取消了變身 今次不同就是呢 拿一張飛出來是沒有取消變身的 它現在的狀態是 還是變身 就當你有把劍 按一下就插到把劍裡 嘩 很多雷 是啊 其實那個分別就是 你不會說拔 因為其實在一套戲裡 它經常都拔出來 是啊 他要拆來拆去 是啊 所以變成呢 這樣的情況下 你用完必殺技 其實 再轉方 就 都是維持一一 因為它想表達你UTO 因為這張飛很珍貴的 是啊 用一次少一張 是啊 所以其實它CSM的意義 就是想重現這件事 噢 現在其實你還在用同一張飛 變方 然後再轉方 然後再轉方 再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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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變成了職內方 還有剛剛也講一講 變成不同方的情況下 他們的台詞是會有所變化的 現在再轉方 現在再轉方 UTO變成有回音 對 現在再轉方 好 最初 告訴我 你的顏色是飾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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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正 我胸後只是裝飾 然後就 砰砰砰砰砰砰 然後Yuda罵他 是啊 正經一點 所以其實 雖然那些台詞 不過他其實都收錄了 雖然他兩個人 雖然是兩個人 但是他CSM都收錄了 還有一些 連動 好像兩個人在對閘 這樣 很好 那玩完這兩個方 職內也是有絕招 都不同 變成了一把弓 那 這個時候 其實這張卡 他這次都還有一件特別的東西 其實這樣正常是不是變身 如果你進入職內 他會detect到 你只不過是放一張飛下去 而沒有變身 因為他會保留你現在是什麼方 對 就不會說又想多次變身 那 如果現在 變了職內方的情況下 沒有按必殺技 拿一張飛出來 再按一下 哇 消失了 消失了 好棒 哦 這樣脫掉 就完完全全是 解除了變身 解除了變身 就為止完成了一個變身的動作 哇 其實所以 雖然他外觀上不是太大轉變 但是其實他的心機上 他是真的落足的 那 都玩 雖然其實他必殺技 剛才我們都沒有玩完 因為他還有分 職內可以用刀來出絕招 或者牛郎可以用槍來出絕招 其實他都可以的 只不過是在乎於你 用必殺技 對 但是 值得玩的地方還有 而他這次變身 可以重現回第一集 因為第一集 多數你知道 第二拉打 是更厲害的 那些CG又多些 當年牛郎就劈雷 啊 劈爛了樹 那我們現在 就變一次 那 怎樣去分別呢 就是按這個 響了一下 應該就是第一次 第一集的變身 我們試一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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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看到 你聽到是這隻牛呢 他第一集是真的播了兩次 因為兩個鏡頭 他兩次給你們看過 正面和側面 對 那他這個呢 就是徹底重現 嗯 所以其實是很正的 那就是職呂和CVLFM都有的 同樣是第初登場的Version 是的 那我們也試一下這個 職呂方的初登場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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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聽到也看到很多CG 對 因為他不停重播 轉了一下 啊 那除了按第一集之外 其實他可以按兩次的 那第二次是什麼呢 應該一聽都聽到 好 哈哈 因為他在後期就沒有什麽 那他這個就有了 對 因為我剛才是牛郎方 所以他不會轉聲 這隊是變了新之後才會有的 對 然後你按一下 他多數會回答你Youto那句關聯 Youto, 丁了 仲敬 仲敬 我是我 Youto, 不好意思 最初 我是很強 Youto, 請你 哦, 第一次跟梁太郎見面 哦, 即是他第一次跟梁太郎見面 那些東西 好啦, 玩完完 牛郎的積女 都選了一些重要的玩 那當然是先變成 Final Form 變成Celo Form 好, 來了 咦, 這麼短 Celo Form 其實Celo Form 它的原意其實 都是因為故事 就不是像現在那些 把幾十萬的東西合在一起 其實它的意義上是很簡單 就是一些記憶 我記得它是把綠色慢慢生鏽 退色的 因為它的意義 我沒有記錯 因為都十四年前 它說它的記憶慢慢沒有了 其實它不停是變身 削減自己的記憶 其實它的意義上 應該是沒有了一些東西 就是我打算CSM它會做了那個 退色的聲音 但是呢 咦 我覺得這次CSM Celo Form有什麼特色呢 就是它有了 Delive那把槍的聲音 就是以前要買那把 現在我們也玩了絕招 這個聲音 這個聲音 當年你真的要去買那把槍才有 而且這個聲音很棒 這個聲音 它已經變了那把槍 但是真的要動 那把槍 有點正 還有 我看Celo Form的台詞 又是有一大堆 就是我們沒有玩完 但是它也是收錄了很多 整套戲裡面 它們有說話 基本上都會把槍放進去 所以其實你說它是不是小玩 就不可以這麼說 總之應該你戲裡面有的東西 它也應該有 好了 那就試一下最後一件事 最後一件事 基本我們剛才開關的模式 大致上是這麼多 我們沒有按完的 但是重要的大致上 那接著呢 開AB模式 A就是UTO 和Delive B就是Delive 那我開A先 對了 那可能阿Dol就會問 咦? 又說有對白的 那其實它那個AB模式的對白呢 就不是說你變身這些 它自己會響的 它反而是放在絕招那裡 絕招那裡 它就會有兩個聲音 那變身也有的 但是你要自己按 好了 那我們試一下台詞模式 咦? 哈哈哈哈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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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蛤? 這句嗎? 是 但是沒有嗎? 沒有其他幾句 就沒有分別的句 我所知 那專門拍A就是為了蛤? 就是絕招那一下 嘩 多謝 剛才你聽到 就UTO叫 因為是牛郎方 如果積女方 就會變成Delive 即是我們試了UTO 就是蛤 可能變成Delive 之後就是Delive 蛤? 那是有了 變身先 蛤? 哈哈哈哈 好惹味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專門拍A制 原來就是為了 蛤? 那B制 不知道有沒有驚喜呢? B制 就試一下吧 嘩 嘩 嘩 這個科技好驚勢 好 B制 那B制 因為是Delive 主要是Delive 所以 就變回積女方 先 B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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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即是怎樣? 好惹味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B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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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又真的沒有Ultra 聲 嘩 做人都頗均真 操作以下關會發生各個角色 Bsciki 發動時的聲音 真的喔 是真的這樣 它說明書是這樣寫的 就是真的多了嗨那一刻 嘩 多謝 即是等於你拉打鍵多了一下 哇哩啊 那些那些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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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今天的爆箱指數 8分 嘩 它給很高分 其實事實上它應有的東西都齊了 是 你不能說黑頭多些什麼 它真的 唯一我扣分就是剛才那句 沒有縮短版的Action Zero 就是這樣說 原本大家有看電王都知道 換成了Ross 都不是特別多Form 或者多那些功能 有的東西都盡量去壓下去 都不是盡量的 都齊了 有的東西都全部都齊了 畢竟那個年代不是這個年代 這個年代有很多花滲的東西 那個年代還是說不會太多形態 是用劇情來主導變身 或者造型 即是你第二拉打 你不會像現在那些 又用主角的東西去變回類似的東西 就沒有的 因為這條腰帶完全跟電王腰帶 是沒有關聯的 因為我本身自己對這條腰帶 就毫不期望 也都不是那麼想玩的 現在玩了之後 是有多少驚喜的 起碼勾起我小時候的記憶 對於喜歡Jeroross 喜歡電王的老友 應該都收穫滿意 沒有的了 其實你如果喜歡電王這套東西 我想這條也不會考慮 因為它定價又不是說貴 都是一千多元 一千五元左右 接下來下一條也很快 因為我們都遲了拍 因為我們都太忙了很快 其實應該下個星期已經派Wing Form Wing Form 那玩完下一條吧 我就比較期待再下一條 不過慢慢 還有時間 我們今天是玩到這麼多了 好 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還有Like我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記得 買到變窮鬼 最怕你不看 我們是爆雙兄弟